腾讯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凯云次 希望新的一年 全世界的人都渐渐刚刚 普遍安安 第一反应 压抑不住的兴奋和开心 但是同时也有一个小小的感觉 就是怎么才来 因为其实那天在台里面 也是做节目的时候 他们说我上一次 其实跟央视有过几次的错过 跟春晚 上一次他们帮我算了一下 你说也是12年前的龙女 那次也是在林开场前的 当天节目被毙掉 对对对 这次跟黄岐山老师合作 我非常开心 非常荣幸 因为一直都很喜欢听他唱歌 包括去年听他唱的那首 妈妈跟女儿的那首歌 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这次能跟他一起同台 我很开心 这次我们其实同台 更多的是 把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歌 向云端通过改编 让他更具有过年的氛围 加入了一些说唱 也挺热闹的这种串烧吧 紧接着就是 跟大家一起唱的南王今宵 这是一个春晚的经典的保留曲目 这首歌也是跟你有缘 听你以前直播的时候唱过 对对对 看过我以前直播的 然后都知道每次直播结束 我都会唱南王今宵 没想到今天 翻唱一首演面了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的王尔创一句 南王今宵 南王今宵 后年你关于自己最有记忆的热搜是什么 太记得了 很多啊 哇 这么一说好像有点二三 确实还挺多什么带着粉丝走红毯 还有台阶子被卡点支配的人生 脚下的红毯 我到了 我有点 有点不好意思 你 你 给人帮你拿一下 要不 要不 你先来拿着 他们自扎尔反 这是一个名场面 扎尔反 对 扎尔反那次确实是印象非常深刻 在台上 真的差点要崩溃掉 之前采访的时候 说希望今天正节的时候能和家人一起读 这个样子今天能实现吗 已经实现了 这次就是非常的便宜 先白天跟家人一起吃个饭 到点了 化个妆 来样式演出 演完出 再回家 跟家人吃个夜宵 安排的非常妥当 如果有人过年的时候来你家串门了 你觉得聊哪三个话题 他能够服你迅速的变手了 聊家常可以 聊 家狗 又聊 其实还是聊家常 常常第一季播的时候 您当时提到过 你自爱用的一个表情包是 把你们都杀了 现在有换自爱用的表情包吗 是什么 也依然没有换 最近呆球的表情包多了 我总是也在搜集一些 关于呆球的表情包 这很好 以后有机会跟我们分享几个 可以 看你是不是长次播出期间 有一个抖尖舞特别的古人 大的期待你什么时候 能够再有这样子的名称名 那就二播出的时候 我们共同期待 大概知道 那能不能满足一下 演员粉 下一个剧组叫剧组 烈罪图像2 能不能给大列的剧迷们 做出一些新消息 新消息就是 我今天下午 刚去把烈罪2的 沈亿的装造定了 就在今天下午 这是个大消息 新专辑还在制作当中 这次的专辑 我觉得比上一张 会让我觉得 更能表达我自己一点 我更喜欢 制作到一半了吧 可能跟大家见面 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让我再把它精雕细琢一下 让我觉得它已经足够完美 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就可以跟大家见面 第二个专辑 跟大家见了面之后 我觉得那 应该就离演唱会不远了吧 对 我看见图的也行吗 3 2 1 好准备了 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又吃胖了 怎能在我心里的分量 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表重 请好好站在这个选手前面 在这学 可以学 好 你学的是什么样 希望新的一年 全世界的人都渐渐刚刚 平平安安 怎么剁出来这么多 剪一样 我注意的意义 幸运籤 大吉大利 有钱 有你 不错不错 我以为每个都一样 不一样 这个学研书上面都是我们同学网友的留言 都是一些心愿 你需要挑一个 咱们简单 这个 被诋毁过的玫瑰 却依然向往着世间 爱意化成风 带我转交你 因为我刚刚一眼就瞄到了这一张 被诋毁过的玫瑰 因为大家知道我那个新歌 龙娜丽莎 讲的就是玫瑰嘛 就是 她是 诶 你懂 所以我觉得刚好就跟她呼应上了 她说被诋毁过的玫瑰 却依然向往着世间 那我回复她 就回复一个 你将成为他人摘不到的玫瑰 你听说是靠圈游戏 靠住了这个玩具队里 都是任务型的 我们到哪个做哪个任务里看到我 你很劣 我们专门给你准备小区 那我刚刚要靠圈了 我还得做任务这个 厉害吧 厉害吧 我再站远点 咱们玩具都套走 诶 怎么还能飞出来呢 对吧 您这有话 诶 哎呀 最后一个 哎 哇 诶一下 诶一下 诶一下都是我会发的事情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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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